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 翡翠PV释放 被这位直直没到了 2.3下半可获星穹统计 奖励稍微有点少 崩铁,罗斯姑母即将登场 零杀光追曝光 终于等到翡翠PV了 这质量也太好了吧 官方在欲望收藏PV中 360度无死角为玩家展现了翡翠建模的魅力 要不是前有流营把星穹全部吃完了 怎么说也要把翡翠姐姐抱回家 翡翠PV放出后 开头就是姐姐优雅的坐姿 这样不少的开拓者争强想要当姐姐的椅子 并且还调侃 到底要到达什么等级 才能够有资格和翡翠面对面说话 虽然玩家的评论都很爹 但也从侧面表达了开拓者对翡翠的喜欢 毕竟翡翠姐姐的卡池流水不会差 毕竟建模真的太好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在翡翠PV中 紫色毒蛇出镜率还是非常高的 到底是实体 还是只代表精神世界 不知道在剧情中会不会解释 翡翠姐姐真的太好看了 2.3下半可获得的星穹 能否让玩家错到它呢 有关2.3下半能够获得的星穹数量 已经统计好了 林克金玩家可以拿到3175星穹 大约20抽 月卡档玩家可以拿到31抽 和其他版本的下半场一样 玩家能够拿到的星穹数量相对来说还是很少的 先在这里 祝愿各位保底不歪 都可以把翡翠抱回家 有关测试服务V4的消息已放出 角色的技能数值发生一些改动 不过马上就要到崩体2.4版本的前瞻特别直播了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官方版本的时机 以及技能展示 对于2.4版本的角色抽取建议 主推XP 其次需要看一下自己的队伍配置 前瞻直播将会在7月19日开启 期待SP3月7上线 备受期待的罗斯姑母和星期日也有了新的消息 罗斯姆的数据已经新增 尽管尚未确认 但很可能 它的所有攻击技能都会造成伤害 这是罗斯姆数据长时间以来的首次提及 表明它目前正处于测试阶段 星期日的数据也有所更新 大家对于天机将军飞消的关注 引发了新的消息爆料 据可靠大佬透露 有关飞消技能的消息如下 尚未确认的消息显示 它的终结技很可能不会造成伤害 但其他攻击技能都会造成伤害 据推测 它的终结技很可能是强化它的普通攻击和战技 而不是直接造成伤害 巡猎版本中的3月7 使用了与基础模型相同的框架 并增加了一个新的皮肤 单横 隐月则采用了全新的模型 星期日与3月7类似 它的战技和终结技很可能不会造成伤害 但普通攻击会造成伤害 翡翠卡池开池开启的第一天 想要抽取的小伙伴记得上线哦 本次返场的角色是银芝 在此次卡池同时登场了两位虚构叙事大C 这两位角色都有自己的特色 各位小伙伴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抽取哦 同时今天有大佬爆料了凌莎相关的消息 这次虽然没有凌莎这位角色的全部技能模组 但是这次爆料了凌莎光追的相关消息 叠光追效果为 凌获特攻提高60% 装备者释放攻击后 自身获得一层增益 持续一回合 装备者持有增益时 每层十五方全体获得速度提升6% 装备者的凌获特攻大于150%时 全体提高12%的凌获特攻 该增益最多两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